会大便的这个时间呢 就是说相隔的时间呢 比较长 但是我相对这个七八天呢 确实是有点过长了 因为我们知道母乳当中的成分呢 更易于吸收 那么相对的食物残渣呢 会更少一些 这也是造成的就是说大便呢 就是说间隔时间比较长 那么我的建议呢 就是说相对他来讲呢 我想这个时间呢 还是有点偏长了 针对他来讲呢 我还是建议他呢 去医院做相应的检查 看看有没有其他方面的症状 或者是哪一个不良的情况 以免呢 就是说造成不良的影响 那么通常呢 我们说呢 如果母乳喂养 那么两天三天解一次大便 那么也是正常的 但是三个月的孩子 这时候呢 应该还是七八天还是偏长了 我们再抓紧接几个电话 河北王先生 河北王先生你好 我问专家一问题 就是我这个 也是胃不好 肠胃不好 就是喝了酒以后 就是脑肚子拉洗 吃凉东西不行 请问一下专家 吃凉东西不行 喝酒也不行 所以喝酒以后 就中午喝了晚上 就一休 跑厕所 那个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比较好解决 既然喝酒不行 我们就不喝 或者少喝点 因为呢 本身呢 就说呢 尤其在国内呢 这个酒文化呀 是应该说是远远流畅 对 而且非常的盛行 大家饮酒的量呢 也非常的多 实际上呢 从胃肠道的角度来讲 那么酒本身呢 就是说我们提倡 从现在的目前的角度来讲呢 就是说 医学的研究的发现呢 少量的饮酒 确实是能够改善心血管的功能 那么这个少量的饮酒的前提呢 是你的胃肠道功能是正常的 就说你没有任何胃肠道的问题 如果你有胃肠道的问题的话 那么饮酒本身呢 就是一种刺激 那么它会呢 破坏呢 胃粘膜 会对肌体呢 会有不良的影响 所以它这个问题非常好解决 至少你现在有不适的情况下 那么你应该怎么样 不要喝酒 控制一段时间以后 那么包括呢 在肌体完全这个 没有症状之后呢 也建议呢 是饮酒要适量 要少饮 对肌体呢 是有好处的 但是过量之后呢 就这个必大于利 好的 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线上还有啊 三位观众听众 我们抓紧接电话 云南何先生 云南何先生你好 你好 何先生请讲 我想提问一个问题啊 你看我这个是 反流性的这个 什么食管盐 我吃的是这个奥维拉酥 吃药的时候 咋就可以 但是预停药以后就不行 这个药能不能长期吃 我想请问一下 嗯 这里呢 首先 不管它的问题 我们还是听清楚了 反正有些噪音 它这个呢 实际上这个食管反流呢 有些人 因为我们说呢 在食管和胃接 接的地方呢 它是连接的地方呢 它是有一个食管高压区 可 这个高压区的特点呢 就是这个阔约机 造成的高压区的特点呢 就是可以呢 让食管当中的食物进入胃 而胃里的食物呢 不能够进入食管 但是一旦呢 这个不管是受到 机体的这个精神的影响 还是受到呢 我们说本身的生理 这个结构的改变的影响 那么会使这个 扩阅剂的功能呢 会有所下降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说胃里面的物质呢 会进入食管 我们知道胃里面呢 一个是它是高酸性 再一个呢 有大量的消化液 所以胃来讲 本身它有背负粘膜 以及呢 非常好的一个 保护层 对保护层 那么这样呢 可以免受消化液 和这个强酸的影响 但是呢 多于这个食管来讲 它这个功能是没有 没有这种功能 所以一旦进来以后 就会消化到 食道的这个粘膜 以及食道的细胞呢 会受到影响 那么这就是 我们说的食管反流 对于这种情况呢 通常呢 是给予益酸的药物 再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说呢 要在吃饭的时候呢 要注意呢 流制的食物 食物尽可能呢 吃的不要太硬的食物 而且呢 一次不要吃的太饱 他刚才问这 这种药能长期吃吗 实际上益酸的药呢 我们尽可能说 你在这个有症状的时候 是必须要吃的 对 所以呢 这个时候 你进行自己自我调节之后 症状没有了 那么自然就说 你在减轻或没有之后 可以呢 少吃一点 再就是从饮食上调节 还有一些呢 不容易产酸的 像有些呢 像糖类啊 脂肪类的物质呢 像产酸比较多的 这样的尽尽可能的避免 那不容易产酸的物质 或细酸的这样的食物呢 还是提倡 嗯 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还有两位观众啊 我们 召紧接一下电话 湖南的孟先生 湖南孟先生 你好 孟先生请讲 孟先生请讲 好 我们接下一位 安徽的朱先生 安徽朱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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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宾好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我的小孩六周岁啊 他这个罢便的话 就是一般都在一个星期左右 才能有一次罢便 这样就有那么好的办法 调理一下 那这和刚才我们有一 非常非常感谢我们这位观众的问题 和刚才那一位观众 他那个孩子小一点 他三个半月 这个六岁 对 但是他的情况呢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六岁呢 他是有自主饮食的 那么一个是呢 我对他的建议呢 一个是呢 我们说呢 你的饮食结构的调整 那么尽可能的 我们先吃一些粗纤维的 那么我不知道 他现在的这个 这个食物的结构是怎么样的 但是呢 应该是呢 应该保证呢 有粗纤维像蔬菜水果 要占到一定的比例 那么另外呢 我们说呢 还要有一些呢 脂类的物质呢 也有相应的 还有对于孩子来讲 我们都有体会 孩子是非常容易养成习惯的 也就是说呢 对于我们说 我们这个排便的习惯 最好是从婴儿开始 就让他定时的来 就说不管他有没有 让他定时的来来蹲 那么这样呢 就会呢 有助于他养成习惯 因为还通常小孩呢 我们说他的自我控制的能力比较差 那么可能这会儿有这个变异 但是呢 基于做别的事情 或者玩 或者是做别的事情 那么就把它压抑下去了 那么这样的 长期的这样的结果 就会造成的便秘 严重的便秘 所以建议家长呢 要给 让孩子养成这个定期的 蹲的习惯 那么另外呢 就是说我说的 这个饮食结构的改变 我们现在还有一位 辽宁的王先生 辽宁王先生你好 王先生 王先生你好 请讲 请抓紧时间 只有两分钟的时间了 好 王先生电话好像断掉了 我有最后一个问题 丁毅博士 我看到一种说法 叫胃肠型感冒 是怎么回事 胃肠型感冒呢 实际上有一些呢 我们说呢 病毒的感染之后呢 它出现的症状 除了所说的 我们一些基本的 这个感冒症状之外呢 就是还有呢 胃肠道的相应的不适 像恶心啊 呕吐啊 腹泻啊 这种情况 那么这是呢 针对不同的病毒 就是这种胃肠型的 病毒的感染 所造成的相应的症状 所以呢 它是和 我们说呢 感冒的病毒有很多种 那么这一种病毒呢 就叫胃肠型的病毒 而且呢 这种病毒呢 是可以通过呢 消化道进行传播的 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 丁一博士 这个春季 刚才我们谈了 要这个胃肠道 进行保健 一分钟的时间 你有什么建议 能说一说 胃肠道应该怎么样保健 作为胃肠道的保健来讲呢 我们说呢 我想呢 有三个方面 一个是呢 我们要进行的 生理方面的调节 生理方面的调节呢 包括呢 我们要注意保暖 在饮食方面呢 注意饮食的习惯 不要暴饮 暴食 一日三餐 那么定时定量 还有呢 我们说呢 要呢 在食物结构的方面呢 也要注意呢 不要吃一些呢 在密集的时间内 吃一些呢 过于刺激胃肠道的 这样的食物 我想这个饮食方面 可能很多人 都很有经验 知道什么东西该吃 那么再一个呢 就是心理的调节 那么现在医学的发现呢 就是说这个心理因素呢 对于胃肠道的影响 非常之大 嗯 而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只能谈到这里了 我们今天保健原地的 专家话题就到这里了 不过请不要离开 接下来我们有 其他健康话题的报道 感谢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 丁一博士 参加今天的节目 同时也感谢各位观众和听众 许多年来的热心支持 与参与 美国之音五月份 对中文节目栏目 进行调整 将停播保健原地节目 原来保健原地节目时段 将会推出一档 综合杂志类节目 欢迎届时收看 除了通过短播和微信电视 接受美国之音的节目以外 你也可以登陆美国之音的 中文网站 用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或者浏览其他最新的报道 和影响资料 我们的网址是 388900.info 海峡论坛 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 每周日邀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以及在台北的两位学者专家 就政治 经济 文化教育 等各种两岸最新的热门话题 和听众观众们进行现场讨论 为海峡两岸听众观众 提供一个理性客观的讨论平台 促进南安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 欢迎回到保健林地 节目的最后 我们再来看两则健康报道 新车 新衣服 新妻子 有些男人到了40岁 就撞上了中年危机 也有人连离开沙发行走的经历 也丧失了 这就是男性更年期的第一个迹象 有2000多万人被诊断出 患有男性更年期的症状 闹钟 冰箱 咖啡壶 餐桌 乔尔菲利普斯长时间以来 生活周而复始 甚至没注意到 自己已经失去了激情 你知道总是不想承认 我们不想变老 不过总是缺乏精力告诉他 这不仅仅是年龄问题 你有良好生活质量的时候 你要保持它 与他的医生交谈 揭示了真正的问题 男性更年期 编夕法尼亚州大学医学院医生 贝尼塔·斯巴特认为 男性更年期影响到美国 超过半数的50岁以上的男子 大约有2500万人 男性的症状 多数与男性更年期有关 这是一个隐蔽的多发病 且发生缓慢 事实上男性搞同水平 在缓慢下降 40岁以后每年下降1% 而妇女更年期内 雌激素则突然下降 对于男性来说 这意味着缺乏睡眠 精力 性欲和更多其他问题 有点不好意思 因为除了尴尬或害羞 没有其他原因 秀于其耻吧 贝尼塔·斯巴特医生说 激素替代是增进 搞同的一个解决办法 不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生们说 激素替代还可以使一些男性 增加血红细胞 有一个根本的差别 我觉得更像从前的我 25岁至40岁的时候 乔尔说 激素替代很管用 现在他的老毛病 只是早上抹一杯咖啡 而这也是因为喜欢而已 美国之音 电视报道 在美国每天有40名儿童被诊断 患一型糖尿病 仅在美国就有300万患者 这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的疾病 人体的免疫系统被袭击 并而且破坏一线中 制造胰岛素的细胞 一些病人通过每天注射胰岛素治疗 但是对其他一些人来说 产生的诸如肾衰竭等并发症 会威胁到生命 一种手术 为一位年轻的妇女 治愈了糖尿病 而改变了她的一生 对19岁的丹尼尔西兹来说 她的成长过程不总是快乐的游戏童年 从5岁开始 丹尼尔就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生活 应对一型糖尿病的挑战 她的疾病非常严重 而且损伤了她的肾脏 我每天早晚都服药 还要注射胰岛素 在没有胰岛素泵之前 每天要打三四次针 很烦人 非常的艰难 最近医生告诉她 她该患肾了 这是一个同时接受肾脏和胰脏移植病人的细体扫描 威伦医生为她做了组合移植 不仅换了新的肾脏 而且还从同一个捐献者身上移植了胰脏 这些病人通常在离开手术室之后 就再也不需要摄入胰岛素了 手术使他们原先的一型糖尿病 不会再袭击新的肾脏了 新的工作正常的胰脏 稳定了她体内糖的水平 现在没有糖尿病了 想起来还有点怪 就好像对自己说 我现在什么都能够做了 那么我该干点什么呢 她庆幸自己的心声 再也没有糖尿病了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好了 今天的保健原地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些遗憾地告诉大家 这也是最后一期保健原地了 在过去的将近20年里 保健原地得到了广大观众和听众的支持与厚爱 在这里我代表保健原地节目组的所有同仁 以及保健原地早期的主持人万芳 方远和大卫 以及在幕后支持的所有的同仁对观众朋友的厚爱和支持表示诚挚的感谢 虽然保健原地节目停播了 但是仍然希望观众听众能够继续多多保重身体 美国之音会继续关注全球健康以多样化的形式 把公共健康信息和医学的新突破新技展带给大家 期待着您一如既往的关注和支持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祝大家周末愉快 身体健康 我是林森 我们还会再见